阿罗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鸡汤 今天我人在日本的Kiwaya烏克利利专门店 这个影片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深入详细的介绍 关于Kiwaya这个日本百年品牌 他们自家的烏克利利专卖店 我们来看一下有卖些什么琴 然后他们的空间是什么样的布局 如果朋友们以后有机会到日本的时候呢 非常推荐的来参观这家店 也可以在里面选购到一些 你在其他地方不容易买到的东西 那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到店里 我们把口罩戴起来 那我们就一起进到这个Kiwaya 他们从1919年开始 前面呢,三四十年其实并没有专门做乌克利的 而是做一些乐器的批发 或是一些文具啊 或是一些类似玩具教具的批发 到后来的开始在195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做这个乌克利利 那我们先准备进来 好,那接下来就跟着鸡汤一起看Kiwaya烏克利利专卖店 阿罗哈 嗨 从门口进来呢看到两边会放到一些乌克利利用的配件 比如说这个是我很喜欢的很轻便的导线喔 它的线呢是比较细的 但它一样是镀金的接头 而且是日本制造的线材 我每次都会买一些回去 因为它的重量真的很轻很细 但声音也很不错 它现在还有出这种导线喔 然后你可以看到其他的品牌出的这个导线啊 还有挂钩啊 包含这个擦琴布啊 或者是做一些维修的检易工具等等 这个呢就比较跟其他的乐器店常见的差不多 再来就会看到旋钮旋钮的来说 就会有这个日本制的旋钮的零件 这个一般的乌克利利专门店就比较少 而且还有这个湿度的控制 还有像是一些小饰品 像这个是他们自家的这个小装饰品 这应该是用做琴的一些材料去做的 那再来呢 还可以看到琴架在下面 这就是比较常见的 从门口进来右手边就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这个传单架 它上面就有他们的诗资 开课的资讯或者是体验课啊 什么时候开课啊 或是说他们的老师专门对应哪一些程度 比如说你是初级娱乐啊 还是说中级进阶啊 高级演奏啊 都有这个不同的老师可以相对应 那这边呢就像是乌克利的杯带 有这个加拿大品牌的知名品牌的这个杯带 他们挑选了一些比较适合乌克利的 的款式啊比较细 其实在有夏威夷风 或是说呢 比较有这个联雅的风格的也有 那它就不会像说一般乐器店里面 它只有卖比较吉他的杯带 用在乌克利上面就会显得可能比较 没有那么搭配喔 那这里也有一些日本的 好像是皮革工作坊做的手工杯带啊 那就也是比较有这个手工作的这个味道 嗯那 这里还有一些杯带钉 还有像这个是 捷克导带 Jack Shumabukro的这个型号的这个配件 那他们都有做一些展示跟贩售 周边商品来说我觉得算是完整喔 再从这边看过来喔 我注意到这个地板上有 这个玻璃纤维的硬核 还有像是ABS硬核 还有像是传统的这个硬核 它这个传统的硬核很漂亮 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有一个图腾在上面比较好看 然后像这里再过来这边 这边有琴弦 这琴弦也是很完整很多样 比如说是Kamaka原厂的琴弦 然后像日本的这个黑色探险拳 Occas系列 还有像美国Dario的EJ87 EJ88 EJ65 还有日本自己家的探险拳 大型品牌是Wars的探险拳 还有Kiwaya自家的琴弦 甚至连这个Sava Race Time也有卖 还有就是这个意大利的Aquila 人家都是卖包装拳 不会像是一般我们看到 比较多是那种工厂闪拳拿出来卖 这质感是不一样 那Aquila的多种型号他们都有 比如说这个是Tanner Logi 这是New Nile God的系列 那这个应该是Super God 这个是Soprano Logi 那像Martin 这边还有Martin的琴弦 他们也都有卖 其实很完整 整个产品线 我认为这是不容易啦 因为有很多种 你要把它都准备到完善 其实不太可能 像这个Romero Strings 他们也有 然后还有像这个是彩色弦 我记得 这个Aquila也有出彩色弦 但这个不是Aquila出的 这是别家出的 OK 还有什么呢 像TD是Toda 他们也有出自己的琴弦 GHS 然后像这个Fremont PhD 还有这个U900的粉红弦 这都有 我觉得他们琴弦的这个部分也算是蛮多的 现在我们来看从门口进来左手边的 接近柜台这边的这边墙 这边放的是调音器 遗吊夹 然后还有毛毡的Pick 跟皮革的Pick 还有节拍器 还有一些小配件 比如说钥匙圈 这个其实是一个Kiwaiya自己的Logo 这个好有质感喔 这个看着好想要 皮革做的 还有口罩 Kiwaiya口罩 这个 这还是 贴纸吗 这是那个防刮板 OK 好 这边是杂志跟乐谱 有很多乐谱 各式各样的教材 乐谱 当然以这样的数量来说 应该是不至于到很多 但基本上 我们从这里看过来会觉得 还好 你接着往这边看喔 这个Magazine 然后有很多很多很多 带过来带过来带过来 我们可以走快一点 不然我看不到 这整个湖面整个扇形都是 好我们再回来这边 我们往下看 这里是CD CD也不多 搞不好还可以找到我以前带来的CD 哦 真的有 哇 卖到 剩一张吗 好像没有看到 可以 明渡三寮 或是Flarry Perry的 小林 还有Kiwaiya百年纪念CD 这边海志的两张CD 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 这是陈香博之 还有其他我不认识的 Assence 2 两张CD 应该还有更多 我之前还看到更多 但是现在可能 刚好这两年 大家没有特别出CD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看过来这些小音箱 就是适合这个 乌克力用的小音箱 然后还有小效果器啊等等 这个是日本做 专门好像给乌克力的 比较适合它的音色用的 小使音器 OK 这是一个角落 在一楼的部分 我们看完了配件 现在我们来看琴 琴方面呢 在Kiwaiya的专卖店里面 主要有他们自家的品牌 他们自家的品牌呢 在日本有三个生产线 一个是负责比较高阶的 Kiwaiya演奏系列 另外一个是负责比较复古的Luna 另外一个是负责比较 学生入门练习的FIMAS的工厂 他们有三条生产线 但这个好像 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工厂 而是合作的 因为你要知道 养一家工厂是非常不容易 那选择用合作代工的方式 只要能够沟通妥善 并且方便去控管到品质 其实没有不可以的情况 所以他们的生产状况 在日本国内的话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先来看到 一进门的右手边 你就可以去看到 在非常复古的这个Luna系列在墙上 这个比较复古的Luna系列 就是像是以前的 传统的夏威夷乌克利尼这种样子 那他们做了一些改良 比如说这个旋钮换成了 1比4的GOTO旋钮 好 我有带调音器 我们来稍微调一下下 看我的快速调音 1比4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边转四圈 上面的弦栓就会动一圈 那跟1比1比起来 当然就可以调音到比较精准 这个是很复古的造型 这个叫做MV3S 这是宏多拉斯桃花西木的一个琴款 我自己有一个MV2S 这个是很仿古的形状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型号总共有 就是Soprano Size 然后这个是MV2S 是一样也是Soprano Size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56S 这个是琴头有logo的版本 刚刚那个琴头没有logo 这个琴头有logo 先把它这个拿掉 旋钮就是侧开 就不是后面直立式的了 直立式的是比较复古的造型 因为它就是模仿1比1的那种木栓 用的是探线弦 声音非常的清澈 但是这个声音就没有那么的Vintage 这个声音就比较modern 就比较新 不过Soprano的小捅声 这个型号是56S 这种有logo的 如果你是喜欢这种复古风味的 可以考虑 这个看起来就是非洲桃花西木 这个比较不像是宏多拉斯桃花西木 我忘了把这个牌子挂回去 所以价格就比较便宜 如果以日币来看的话 这个就便宜很多 这个才6万 那宏多拉斯桃花西木的 这个基本款要8万多 再有包边的这个就要11万多 将近12万 那我们往下看 这个复古款式还有做concert 我们听一下concert的声音好了 我们先听这个非洲桃花西木的 这叫66C 这concert的可演奏性就会比较接近 声音就不一样了 这就像是一样的 那一句是需要的 这就像是一样的 那一句是理想的 这种想法是在那一样的 这一句是要12万多 这些的想法 是要12万多 这种想法是要12万多 这种想法是要15万多 这种想法是要12万多 这种想法是要15万多 有没有 这个康舍在高宝卫的科典之后 心会比Soprano好 你注意到它的这个琴桥 琴桥好像呢 也是 不是我们一般常用 比较黑的这个玫瑰木 它这个琴桥 比较像是其他的木头 这也是蛮复古的 以前呢 甚至会用相似木做琴桥 相似木做纸板 这个琴桥做得很漂亮 做工很细致 这种日本制造的这个琴桥的弧度 都修得很漂亮 这部分我是觉得工艺上面是品质很好的 那这个喷漆啊 还有这个涂装方面呢 都非常平均 这个价位在康舍来说 就是日币七万多 也不算贵 这个已经是已经含税的价钱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音乐的最高等级的 这个叫做MV3C 调个音 虽然1比4的旋钮比1比1好调音哦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一种比较接近所谓的 为了外观而存在的设计 以功能性来说 旋钮的比例是越 比例的这个 是越高越好 齿能比是 比如说10比1 15比1 都比4比1 更容易调音的 让它稳定 当然啦 因为日本制造的旋钮 它精度很好 所以他们做4比1的话 也会比一些比较品质没那么好的旋钮 来得稳定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的声音也很复古 它现在的设定 你如果想要弹一些比较现代的声音 你会觉得它不如你的期待 那这个就是它的古老的风味 我们来看看两把MV3C 在表现上声音有没有差别 弦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透明的弦 所以它的意思可能是 如果你换了弦 其实声音会差很多 我们听听看 只有换弦而已 型号一模一样 今天我们比较有时间 我们就做一些比较深入的试谈 我们就做一些比较深入的试谈 可以哦 如果是刚刚那一把的配置 你就会觉得比较不适合弹 这种曲子 你就会觉得比较适合弹一些 夏威夷风的那种曲子 所以不同的琴弦就会给琴带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改变 好这个是LUNA的复古系列 它们主要的产品是这几款 那哦哦还有耶 有一个Tinner 我们来看看Tinner 而且竟然还有古典琴头的 这个也是LUNA 这叫112T 这应该是非洲桃花心目 这个 坐在LUNA 调音 现在好调音很快啊 不太会耽误你们时间 可以趁这个时间看一下琴的细节 当然这些都是今年的一个展示在这里的啦 好像如果你要买的话呢 你可以买到新的产品 这个是展示 但如果没有库存的话 可能你也可以买这个展示给 这个我就觉得 就是比较朴素 然后这个Logo比较复古而已 其他方面 哦还有这里比较复古 其他方面好像 没有跟其他的琴差太多 就声音上面你也不会觉得太复古 嗯对 看起来是这样子 OK这个是LUNA的112T 它有一个92T 92T就是 没有古典琴头的型号 我们来看一下 先把这个牌子给人家憋回去 好 我来看一下 哦这个很紧凑哦 然后很小心的转身 这是日本的另外一个特色 其实很害怕在拿的时候去碰到 OK看一下这个92T 开放式的旋钮 然后平光漆 satin finish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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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聲音上面也是很標準的tenor 你不會覺得說聲音有太復古 那造型上就比較復古一點 尤其是像這個紙板的收尾 然後也是像這個琴頭logo 在這個地方都有一些復古的風味 還有漆的顏色 這個不是木頭的顏色 這些都是它的漆是稍微有顏色的 木頭的顏色沒有那麼深 所以我想這種顏色也是一種復古的感覺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Kiwaiya的演奏性系列 這邊有一些特別 比如說像這邊是KPS系列的 1K跟1M應該是指Core跟Mahagany的意思 單價來說呢 各自差了不到3萬日元 大概是差不到1萬塊 所以你會知道這個聲音上面是不一樣的取向 琴弦好像都是用Words的Brown系列 看起來是這樣子 看起來是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邊還有 也是Concert 剛剛這個是Soprano 這是Concert Concert有HK Hawa Yencore 跟這個什麼也是 應該也是Core 這是忍者系列 這邊有一個手裡鍵 應該是做了缺角的這個分隔 然後它的點點是在側面 然後這個點點比較正規是在正面 然後還有Tenor在下面這裡 Tenor有兩個系列是Core 這兩個都是Core HG 我不曉得這兩個系列有什麼差別 等一下問他 好 剛剛問了一下 這個HG是指High Grade的意思 就是它用的木紋比較高級 那這邊還有一個E的這個型號是指它的指板是用Ebony 就是烏木的指板 好我們來試一下這把琴的聲音 之前先看一下 比較高級的夏威夷相思目 搞不好等一下試一下聲音沒抄 你就會發現不一定跟聲音有關係 可能只是看起來比較賞心悅目 但是看起來賞心悅目也是一個價值所在的 這個是Worst Brown系列的琴弦 沒有任何的那些消費 我們就先看見到這次了 我們就看見到這次了 我看見到這次了 我看見到這次了 適合的東西 這麼多的外面 對 我看見到這次了 我們在這次了 以现在的手感来说 我会觉得是 在演奏上的探险弦 我个人没有那么习惯 但如果是刷咒的话 声音就不错 我们来听听看 没有high grade的声音 会不会不一样 我觉得说不定差不多 价格差多少呢 价格是差了 这个是三万跟十二万 其实只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而已 十二万跟十三万 差一万 大概就差个两三千 我觉得不会差很多 封印上来点反过头 有一点点 两千年的除了 起来点灯 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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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听另外一支concert 它是没有缺角 然后不是这个忍者系列的 我们来听一下 比较 这个听起来声音完全就是比较传统的声音 你看这个纸板都不一样 这个纸板跟琴桥 它这个纸板有上漆 这工艺来说就是比较古早味 所以这声音也很古早 这不适合拿来弹那么现代的这种东西 它适合弹这种夏威夷啊 我有觉得弹一些刷刷弹弹唱唱也不错 或是弹一些比较简单的乐曲也不错 这个声音我觉得也蛮好的 这我很喜欢这个 这是KCHK 而且这个是什么限定 不知道是什么限定 这个等一下问 现在日币来说真的是直接换算下来便宜很多 好那我们现在看完一楼的琴呢 我们就准备要到二楼去看一下 听说二楼有更高级的琴 那我们现在从这边来上二楼 在KCHK的整个建筑呢 它有四层楼是主要的开放空间 一楼是它的商店本店 二楼是比较 说是放比较高级的手工琴 但是今天好像不一定 那三楼是他们的乌克力教室 四楼的话是他们的一个展演空间 跟乌克力博物馆 那我们现在就上了二楼看看 来按个电梯 这个电梯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宣传跟海报 比如说你看这个是他们最新的 跟这个小小兵Minimo合作的一个周边的产品 调音器Pick还有彩琴跟王这个非常有质感 还有一些老师的海报 好我们到二楼了很快 那二楼的部分呢 一进门有一个大大的QA 带过来 这边是厕所 我们看一下二楼的部分 二楼我们先盖篮 有一些像是特别特价的琴 像是比较样品的琴款 他们在这边有做一个展示 然后也有一些日本当地的制琴师的琴款 像这个是什么 KIDA 就是手工琴 等一下我们试给大家听 我们先大概走一圈 先大概走一圈 然后这边就是Kanilea Kanilea就比较常见 我们就不特别试了 然后这边有Kamaka 这个也常见 这没什么好试 就不试给大家听了 这边有一个叫做Peerless Peerless 这个就是日本的一个 算是制琴工厂的产品 这虽然是彩色的 但是应该是不错的 等一下也试给大家听 这平常比较少见 我们就专门试这种比较少见的就好 那这个是Kuaroha Red Labio 这个也没什么好试 我就不试了 Anuene 这个也常见 Uma常见 这个我们今天就先不试给大家看 因为这个都 大家也很熟悉 接下来还有这个叫做 Leafiel Leafiel 这个是怎么念 我有点不确定 等一下问他怎么念 他们家有一个很特别的造型 等一下再试这个狗狗猫猫造型的给大家看 还有爱心造型的 很可爱 这个很可爱 那我们看到这边是Kuaroha 忍者系列的四个颜色 在这里看得很齐全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限量款式 他用的木头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一种叫做Kauli的这个木头 可以在网路上查到相关的资料 这平常比较少见 那我们等一下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我们先看看这四个颜色 是这个红色 黑色 还有这个是蓝色跟绿色 都是蛮日本颜色 这种红跟绿 还有黑都是忍者上面会用的颜色 所以就蛮特别的 那我们现在在往左边看 那我们现在在往左边看 会看到Kiwanya的5K系列 这个是指用比较高等级的 Koa相视木去做 所以他们还同时加做了这个香辈 还有这个香边 都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表现 当然我觉得最好看的是这个琴头 这个琴头是真的蛮好看的 跟他们的这个百年纪念的这个风格有相似 你可以往下看他们百年的这个七契 这个用七契来做这个琴 这琴我要很小心拿 很小心拿 因为这边光线会比较好 那它这边有一个跟七契加合作 做出来的这把琴 那听说这把琴的价钱 可以买一台汽车 稍微转一下 这边还有 非常的漂亮 只有这一把 这需要浓厚的信仰才可以买的 这完全是艺术品 买的可能也捨不得拿来弹 所以可能从好像是三年前 他们百年纪念挂到现在吧 我看他们应该是没有真的太想卖 就是主要是一个展示收藏 一个纪念跟这个七七艺术家的这个合作 真的很漂亮 我不是太懂这个日本的七七的艺术 我记得之前我的朋友这个徐大哥 也跟一个七七的艺术家合作 做了一把琴 做了两把琴 我觉得也蛮漂亮的 但我自己不是太有研究 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介绍这部分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琴 这边是他的5K Core的这个Tenor 那就是用比较高等级的Tenor的这个Core 来做做琴的意思 那这个我们就比较快看过去 因为这跟刚刚楼下看到的都是差不多 我们就看这个比较特别 叫孟贤堂 孟贤堂做的这把琴 上面这个logo是美国的这个小精灵 吹笛子的 这木头也很特别 等一下试一下这个声音给大家听 因为这琴属于个人志琴师做的比较少看到 这个也是个人志琴师做的Mac Guitars 这是说什么千叶线的志琴师制作的 我想他的造型应该就是像马丁吉他 马丁乌克利去致敬 这个等一下 这个我就比较没有想试 后面是1比1的旋钮 感觉不好调音 然后后面这里是巴西玫瑰木 应该是巴西玫瑰木 要有特别的味道 如果是巴西玫瑰木的话 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味道 这确实是有的 即使隔着口罩你也可以去闻到 巴西玫瑰木搭配Core 坦白说我就不见得一定适合 因为巴西玫瑰木本身比较强壮 搭配上来 这个能量可能 我觉得比较不需要这么强壮的东西 在乌克利利上面 好 那往这边走 还有TD的Toda Toda Gates 也是日本的这个志琴有名的品牌 然后这个Shimo也是个人志琴师 很特别是他的腰身 不是他的侧边扶手那边 造型很特别 他可以把木材弯成这样 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然后再来看到这个品牌 是那个James Hill用的 The Silver 这个蛮特别的 美国的品牌 这蛮贵的 但是声音 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比较少看到的日本志琴师的琴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趁着这个Kiwaya 这边有这个琴 我们可以试 这是叫做Kida Ocurity Works 这个琴头非常的薄 他在琴头这个地方 特地把它做了一个小薄 我觉得这个琴头 可能只有Soprano的琴头 但在这里有一个角度 我觉得手感应该会蛮特别的 哦 声音也是 会觉得他的声音好像被绑住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枕的关系 好 但这个也是比较老痛 这是变成的 那边有多酸 吃的 有点 像是一样的 也有些红色 有点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声音比较朴实 不会觉得有什么太多言音 言音就短短的 然后声音的颗粒就QQ的 143,143,143的话 大概是三四万块 三万 三万块 三万块 三万多左右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Famous 但是它好像是一个 没有特别完成的 琴款 这个漆面几乎是 非常没有上漆的 Satim Finishing的感觉 薄薄的感觉 我很喜欢这个logo 这个logo非常喜欢 像是一个飞起来 那种logo的感觉 Fly的感觉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稍微播一下给大家听就好了 我们这边看过来 这两个我就先不试 Kanilea我也不试了 Kamakai这个我也不试了 这没有什么特别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ureless 这个平常我们比较没看到 这个是日本在地的生产品牌 我们来跟大家试一下这个声音 绿色好了 这跟刚刚那个第一把Kida Kida的这个价钱是一样的 但这个是工厂生产 你不要看 你看它像彩琴 它其实是全单版的 还是面单版的 看一下 全单版的 声音也是很古朴的感觉 比较标准乌克利的声音 它不是那么的所谓的现代化的声音 它是当然这跟你用的琴弦有关系 不过它的琴桥设计 还有它的铜条设计就是比较这样子 细细的铜条 然后小小的琴桥 我想这个是日本乌克利利的特色 诶 我很喜欢这个配色 感觉不错 这个价钱不一样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价钱 这是特别版 它的这个木材可能不同 它是不一样的价钱 它是不一样的价钱 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价钱 是不一样的价钱 至少 是不一样的价钱 可以讲明 所以我们今天來试试 复制作曲 是不一样的价钱 一样的价钱 音乐 音乐比较好 它的 整个共鸣 还有手感的回馈都比较好 所以 难怪这个比较贵 那是一个比较 高级版的感觉 我觉得 不错 这个琴 如果是我 拿回去再整理的话 它的声音和手感 都会再更好 所以这个琴是有 潜力 只是它说现在被展示在这边 没有人弹奏 确实是会影响一个琴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Kiwaiya特别特别版的 这个应该也是 七亿 这个也是 限量 金色涂装 这个是 七气的制造方法 这个要 跟这个 我们一般的上七很不一样 你看这边有金粉 金粉不知道拍不拍得出来 这个金粉 这边也有金粉 这是艺术品 这个 试一下 非常小心地试一下 没有东西 这边有金粉 这个是 这边有金粉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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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起来蛮舒服的 这是盒板的 然后面板也是盒板的 所以这是一把全盒板琴 可是并不会因为这样 觉得它的声音不好 这个日本制造的盒板琴 看来不太一样 这是日本制造的盒板琴 这个Zifer Zifer Zifer 应该是吧 好那这个狗狗 狗狗声音跟妈妈会不一样吗 不一样 响孔开大小不一样就不一样 狗狗这个造型让声音比较出不来 那就试一下就好了 我们来看比较特别的吧 Zifer的 这个算彩琴吗 我们拿个粉红色来看看 这个价位是什么 三万的话 大概是六千多台币现在 六千 这是盒板琴 我觉得给小朋友玩还不错 声音不差 说真的声音不差 你不说它是合板琴 不会看的人 还不一定看得出来 我觉得声音是不错的 这有点颠覆我对合板琴的认识 好来我们来看看 这边比较特别的琴 这是忍者系列 我们就挑一个颜色吧 挑个黑色好了 我有个学生很喜欢的黑色 什么都要黑色的 我们来看这个黑色的合板琴 这不是合板琴 这是全单板 他们说这个木头的声音 有点介于桃花心木 跟香丝木之间 忍者情 忍者情就要谈 忍者乱太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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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这个是康舍尺寸对吧 对 这是康舍尺寸 我觉得声音蛮不错的 我们来听一下10的尺寸 10的尺寸我们试一下蓝色好了 我觉得这个蓝色很特别 它不是一般我们看到的蓝色 它这个是日本忍者才会有的蓝色 所以确实是跟忍者有一些特殊的结合 其实你如果到不同国家去看 会发现它们的颜色方面不一样 比如说你到韩国 就会看到韩国的蓝色又跟 这个日本的蓝色又不一样 minor异色是小ben色的蓝色 我们发现了一种词 小ben色的蓝色 那么更有的是 那就是一种词 这些词也会看到的蓝色 那么一样 那么一样 有点词 我们发现你会看到的蓝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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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的品质上面来说怎么样 各位觉得呢 可以告诉你的感觉 这个是Tenor 那忍者系列我想 他的声音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平常你会用到的 木材就不是这种 他用的这个Kalori 的木材比较特别 那现在我们 戴上来看到Kiwaiya 这边还有一把漆漆的 这个我实在不敢试 这个单架太高了 这个要一台车 所以我只要有点怕 我问他一下好了 Is this really can play? Is this really? I can play one car? 我来小心 他平常也是松弦的 他平常也弄着 我会 Feynman 自然自然的 IT 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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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琴出来的弦剧呢 虽然已经比一般的琴好很多 对我来说我还会再需要设定过来 而且琴弦也不是我比较喜欢的尼隆弦 它这个是探弦弦 但是这可以确保它的刷咒很亮 比如 对我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各位来试琴不要像我那样试 你们跟我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没有留指甲 你们很喜欢留指甲来人家家试琴 不可以这样子试 会把人家琴刮伤敲伤 那个是要卖的 我这个谈完之后不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没有指甲 我都是肉而已 当然我在谈的时候还是很小心 不会去敲到 不会去磕碰到 但是你们如果有机会到人家店里试琴 不要这样试 我们这个是有打过招呼 好好试 跟他们确认过 可以试琴才这样子做的 加上我又没有指甲 不会把琴碰上 所以请各位要注意一下 像这个MOP是指它的香贝是用这个贝壳的这种 跟其他的不一样 其他就是包一贝或是没有香 这个就是不同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孟贤堂 这个很特别 这个不是Kiwaiya家的 我就不敢太那个 因为人家他们也是要卖 他们是展现 我就稍微保守一点 这个声音比较慢一点 这个声音不是太好 问题在于 我不能这样说不是太好 就是说它声音是比较在里面的 这木材可能比较厚一点 可能比较太强壮一点 这个琴锦的手感很特别 就是它有一些微微向上扬的角度 那在这边的时候 手感又会得到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弹弹看 我觉得我要收回刚刚的话 这个琴声音很好 它虽然闷在里面 可是它有一个很柔软的包覆感 很像是好像卫生纸 不是这样说 像宣纸 卫生纸有点 它给你一个很柔软的感觉 我觉得声音很好 它的好是我们经验 习惯的经验里面不一样的声音 它的声音是 我怎么说 我觉得很软Q 然后真的是很细致的声音 我觉得很细致的声音 我是一个很柔软的声音 我最终的声音 请教订阅 我记得我 支持你 这是我们很 Besikt 这把琴声音很好 赶快把它买走 这把琴 而且我觉得这个香贝 这个 很可爱 它是用白蝶贝 这个你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 先把它挂回去 这个琴的声音很好 一开始播的时候 觉得声音闷闷的 可是当你实际上 演奏驱动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真好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 Hatta 这个我也没有试过 它的造型非常的花俏 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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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香贝 香贝 然后超级漂亮的Core 超级漂亮的下枕 超级贵的价钱 将近60万的话 就等于是超过台币10万了 不过重点是弹起来怎么样 有个调音器 这个声音很 这个声音很 对 这个声音很快 这一段时间就让你发现 该怎么说这个声音呢 声音没有不好 不是很习惯 声音没有不好 声音没有不好 我会说这个琴手感很润 它的铜条操作起来 琴浮起来都很润 整个琴琴是那种 很圆润的这种琴琴 我想这个是一个 康舌尺寸吧 这感觉比较 精致啊 这真的是精致 它的价位这么高 应该是因为 这些香辈很花时间 但如果 撇除这些香辈的话呢 还有 还有需要 这么高的价钱 我们就要评估一下 但是香辈是一个 很重点的艺术在这把琴上面 所以 让大家听听看 这个 哈塔 哈塔这边还有另外一把琴 也可以听一下 就没有那么多香辈了 少了十万 少了十五万 只要四十一万 他这边这个 用的 也是有香辈 香辈也是蛮多的 所以香辈可能是 他的其中一个工艺的卖点 就是这样的话 声音当然还是主意 它的纸板边边有很细的 绿色的这个香签 这不知道拍不拍得到 很细的绿色的香签 在这个纸板的这里 跟琴声是一起的 这一般是会用风目去染色 跑过整个琴 都有一个绿色的边线 非常漂亮 这个 这样子来看的话 这个绿色的部分非常漂亮 声音很好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也是比较高这一点 而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这个Shima Guitars 它叫做Serve Spatial 所以这个它说要拿的话 要特别小心 我特别小心 好我们来看看 来看一下这个是相背吗 还是怎样 这个琴头这个立体浮条 这个调音器我都不知道怎么夹 我都不知道怎么夹 红松 可能是巴西玫瑰木 也可能不是 这个有可能是 这个好像是红多拉斯玫瑰木 这个巴西玫瑰木会比较深一点点 我会觉得它的声音是搭配在木材上面比较没有那么的乌克莉莉 我觉得因为红松跟这个玫瑰木系列 它这个情景很重 这个好像不像是一般的陶阿西木 这好重的情景 这不知道什么情景 这很细的 这个工艺很漂亮 它要先做出很多这个东西才可以 很像那个之前我们介绍过那个香根的那种 寂木 有色基的那种感觉 有那种那种 你知道记得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寂木工艺那种感觉 但这可能不是不是有色基的那种感觉 这个香签用红色的蜂木边线也很漂亮 琴头很有意思 这不知道是什么 不敢摸 有香背在上面但是不敢摸 怕摸会掉 这把琴很特别 我们看它价位也很特别 99万 算100万好了 就是大概要20几万 现在 好像可以买 就是汇率比较低 如果你喜欢的话 好像可以称汇率比较低 好那James Hill的琴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大家看James Hill谈很多嘛 就是他那个拍子的琴 我想别的地方也看得到 Toda也是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就先不说 今天呢 我们这个二楼的部分呢 就先介绍到这边 还有三楼跟四楼 好那我们先打二楼讲到这里 OK OK